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2020年浙江平湖当湖时局杯CCTV电视围棋会计赛的直播 那么本届的会计赛从21号开始 经过了过去三天四轮的角逐之后 产生了进入决赛的两位高手 莲孝和顾子豪 那么在今天决赛开始之前 首先要祝贺这两位选手 因为根据规则 两人已经获得了今年参加亚洲电视围棋会计赛的资格 那么亚洲电视围棋会计赛可以说是展现了中日韩三国 这个最高水平的快去角逐 所以莲孝和顾子豪为我们广大的中国齐民是寄予厚望 那么说到今天这两位进入决赛的选手 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 莲孝不仅齐力高 而且颜值也好 所以在这个齐民心目当中 可以说是人气很旺 莲孝94年出生 那么从过去这些年来看他的职业生涯 国内的比赛成绩是相当出色 他拿过名人 并且是在位的天元 已经实现了天元的三连霸 也夺得过阿汉同山杯的冠军 李光碑的冠军 并且在我们这项赛事当中 在六年之前 14年当时杀入决赛 不过比较遗憾 当时输给了陀加西获得了亚军 那么这一次是他第二次杀入 CCTV电视围棋快去赛的冠军争夺战 看看这一次联校有怎样的表现 当然今天他的对手 姑子豪绝对是一位高手 因为姑子豪比他小四岁 98年出生 在2017年19岁的时候 就夺得了三星杯的世界冠军 那么从最近几年来看 姑子豪在尾甲当中的胜率非常之高 表现很稳定 而且那也是上个赛季尾甲的最佳主将 所以姑子豪尤其是在昨天 半决赛对阵等级分第一人柯杰 可以说表现了强大的力量 那么今天这两位高手 都是以力量建长 相信他们一定会上演一场 火星撞地球的精彩的对决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讲题嘉宾 一位是我们国家队的教练 王磊直爷八段 还一位是陈寅 那么在进入到今天这个讲解之前 首先请大家看一段小片 又一个戏与年年的季节 2020年浙江平湖当湖时局杯 CCTV电视围棋快棋赛如约而至 一众活手在新墨城的 当湖时局围棋公园里 快艺人声 潇洒文凭 乾隆年间平湖世家张永年 聘当时围棋水平最高的两位洗手 范锡平和诗乡下 进行了十余局的围棋对抗 留下了号称当湖时局的围棋古朴典范 寥寥时局 绝尿千古 当湖时局围棋公园 便是以这个来修建的围棋主题公园 他于2018年5月开工建设 2019年底竣工 在此次快棋赛的开幕式上 举行了隆重的开园仪式 在这里举办的当湖时局杯 CCTV电视围棋快棋赛 作为中国围棋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 从1987年至今 已经走过了33年的光辉历程 今年的CCTV杯快棋赛 由国内等级分排名前32位的顶尖棋手参赛 采用蛇形赛制进行单败淘汰 在4天的时间里进行5轮比赛 直接决出冠亚军 冠亚军同时获得本年度 亚洲电视快棋赛的参赛资格 中国围棋界众多世界冠军 在CCTV杯这样的单败淘汰赛制中受阻 多轮次的选拔 再加上快棋的偶然性 最终夺冠的难度可想而知 胜负仅在好里之间 为了第一时间呈现精彩的棋局 体育频道推出了多角度看赛场 央视频独家直播通道 让棋迷朋友能够近距离目睹国手的风采 多角度欣赏精彩的对弈 等级分排名第六的联校九段 此前曾参加过一次亚洲杯 但最好的成绩只赴半决赛 这回逐渐成熟的联校一路过关斩将 在CCTV快骑赛的半决赛上直白中盘战胜 范体育九段 再一次闯进亚洲杯 第一天我就想我输了之后去哪 我就反正就觉得哪天输都是很正 就是抱着一盘一盘就正常下 没想到进了决赛 其实我也没对明天有什么展望 就明天希望也能有好的发挥就行了 心态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问题 我就记得以前《三国名人战》跟李志诗 当时我就等着他认输了 我觉得已经白骑到天目了 他怎么还下 我就等着等着他认输 然后突然间下了一部棋 我当时有点懵 懵完之后其实我搁哪头起 然后马上就是几部棋 把这棋就给送输了 就是下了几部特别臭的 他想死了 当时根本就是脑子都是嗡嗡的 然后之后我就想下棋的时候 不能想着赢了 就还是得下完之后再想 胡子豪半决赛上 立刻现中国等级分排名第一的柯杰 为亚洲杯的赛场上 又增添了一张新的面孔 就是上一次就是棋胜战跟连校 然后棋胜战是挑战者决定战 也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赢了就进决赛 但是就是我记得当时前面 应该是优势非常非常大 但是后面可能那个心态还是有些问题 就是下着下着突然就感觉 感觉棋技术变形了 所以说那盘棋对我来说还是印象挺深 如果说问我对连校就是战绩什么 我可能这些都还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但是我就对那盘棋那次比赛印象挺深的 亚洲杯确实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 所以这次能够代表中国参赛也是非常高兴 我觉得既然有机会参加就争取冲一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和王磊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 2020浙江平湖当湖时局杯 CCTV电视围棋快棋赛的决赛 今天的两位决赛的选手是连校九段 对阵孤子豪九段 王磊老师您好 陈益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磊 很高兴和大家一块来欣赏 这番顶尖高手之间的快棋大战 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是不是也抓紧时间 好 那我们赶紧进入到比赛的进程 今天是连校的黑棋 孤子豪的白棋 连校的黑棋 错小木开局 是的 白棋下的那个心 把白棋是占的这个心 这也是一种策略吧 白棋星小木 黑棋错小木 手的无忧角 这也是近来才流行开的 因为AI本来认为 手无忧角会降一点胜率 但是好像现在最新版本的AI 又不这么认为了 又把这个胜率又调回来了吗 最新版本的胜率呢 这个小飞手脚 跟这个大飞跟单关 跟高跳手脚 胜率一模一样 这个我记得 这刚出现的时候我就说 咱们作为异域爱好者 这个不必纠结 那么零点几个那个差距 现在AI也这么看了 所以说现在 这个小飞手脚又多起来了 是啊 这么说来呢 那AI的这个 他自己也在左右互搏中 与时俱进呢 对 AI也在进化 所以说以后大家也不必 那么纠结了 想怎么手脚就怎么手脚 是 而且呢 现在呀 这个高挂也变得 非常非常的不流行起来 都是小飞挂脚特别多 我觉得高挂 十盘能下一盘 最近也多起来了 就有点复古吧 大家突然发现 好像AI也不那么讲究 那么一点点的胜率了 确实是在AI的这个眼里边 这十个点之内的胜率吧 其实都差不太多 它有一定的随机性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大家这个下棋开心就好 你想高挂就高挂 低挂就低挂 胜负不在这 是的 但是连校好像最近特别喜欢 这个挫小木的开局 对 他以前有一阵 他就喜欢下这个 现在正好 现在AI也不说大家了 你们想下什么 那就下什么吧 所以现在布局呢 渐渐的有多样性起来 是 而且有一阵就是觉得 您再摆一个跳 就是这个碰 就觉得好像这个无忧角 无论是被这个碰一下 还是肩冲还是拖 反正就是总是觉得 就不太舒服 而且AI下了那个 就是AlphaGo 之前下了这个碰之后 好像那边的高挂 再这么被碰一下 就黑棋都避免了 这样的一个下法 这个碰呢 还是对无忧角 很好使的一个手段 还有一种 就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坚冲了 但是在这个局面 因为这边有三个接应 所以说还是下碰 是比较好的 这个争取最高的效率 是 之前人机大战 不都是碰一个呢 对付碰呢 现在这个AI认为 这个黑棋退一个 新为退一个是正手 如果你要搬呢 都有可能帮人家走 之前咱们不是搬了力的吗 对 这样你这个帮人家走棋 然后白棋一拐 然后一拆 黑棋呢 这个是不太愿意这样下的 白棋这个拆是一子两用 上面白棋的形状非常好 所以说大多数现在一碰 黑棋就退一个 这个大家也容易记 是 想要学习AI的下法 人家一碰你就退一个 不给对方借用就好 但是这个退一般来讲 不都等于被人家便宜了吗 好像 但是这是人家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这是属于人家应得的 你也得信平契合的接受 好 大棋回拆 这上面是一个现在最新的定型手法吧 然后黑棋马上 点33 最后一个33 再不点就来不及了 然后白棋挡这边 现在这种场合 因为你挡这边 那边头太铁了 不是太合适 所以说现在这个棋挡 这边是正手 对 然后黑棋马上爬 也形成一个定式 这个局面 如果酷爱实地的人 可能会选择搬了连搬 这个定式 对 这也是我一直给各位棋友 大理推荐的下法 简单实用 绝不吃亏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局部 选择搬了连搬其实更好 因为就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那个是铁头 对 所以这也能看出来 这个孤子豪的风格 他不愿意这么下 因为这样下局面太简化了 孤子豪的棋 是非常具有力量 他的网名也叫这个印城之霸 他有力量的棋 所以不愿意各处都简明定型 这样发挥不出力量 所以他要选择长 保留一下这里边的变化 可是其实连校 也是栗战型的棋风 所以他可能也盼着这个局面 导向栗战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番棋 注定要好看 两个都是这个出了名的栗战家 是 这个有点火星撞地球的感觉 这局面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们赶紧来追上实战 让大家来看 谁的力量更猛一点 又爬一个 你不是不愿意搬吗 他又再爬一个 这个地方连向下得也很调皮 结果那孤子豪也是 他想抢先手 我就不搬 因为这个地方搬完之后 人家搬完之后 你就产生一段点不够厚 所以说孤子豪走得厚厚的 这时候连向再飞 这个下方也是两分 这个没有什么绝对好坏之分 然后摆起来下面连个片 它好像是拆在这儿 比中国流还要再过来 对 他认为这四个已经很厚了 这个不是说力二拆三吗 力四那得拆几 我们得算算 得拆四是吧 这不止四了 这也是这个孤子豪力量的一种体现 我拆得大 看你敢不敢进来 那拆大了 是不是就还是想进来 那当然连向怕谁 连向谁都不怕 连向也是出了名的凶猛 马上第一时间就打入 对啊 最不怕的就是作战 然后骨子豪跳起来 这也是这个AI常用的一个手法 这个在我们AI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可能大多数的第一杆都是震 你既然来打入 你就想攻击 震的话我就跳出来算 但是这个棋 就是白棋的这两个子的结果 中间是有破绽的 黑棋这样一跳 你一贴它再一碰 黑棋很容易就处理好了 你反倒攻不着它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比较稳妥的下滑 是先把这个地方 跳起来 站住 先不着急攻击你 先把这个空守住 以后寻找机会 再来攻击这两个子 这也是比较高明的一种下法 是啊 而且其实黑棋就是早早地 在这里边打入 应该就是想把这个局面 导入一个战斗的一个形式 对 这两个人下棋 很难不发生战斗 这个地方黑棋也得赶紧跑 然后白棋拆 白棋现在把重点放在这边 这边效率有点太高了 我有很多奇迷 我就看到 他们是怎么下呢 就这边打入完之后 一看这边人家又盛起来了 然后又继续打入 但是我总觉得 如果是这么着急地 去打入别人 使自己一上来就特别被动 是的 但是打入还有好几种打入 最厉害的打入 就是带有攻击性的打入 所以说联校 给我们展示了一下 什么叫带有攻击性的打入 这个打入之后 把白棋这两边分开 它就存在着 能够攻击白棋的可能性 这都是很有力感的一种手法 所以说 就是在打入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选择单纯被攻 就像是如果在这边 无论是挂脚 还是从这边打入 都肯定是单纯的被白棋攻击了 对 打入最厉害的就是带有攻击性 这个联校这个就是带有攻击性 这边这两个子先不管了吗 这两个子现在你不好攻 这两个子 攻击的条件暂时不具备 不怕人家就这样 什么阵头啊 给他蒙进来 对 你现在你阵 甚至是人家不灵 你可能拿人家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中央的空间太多了 这再走一个 这不都是都要死了吗 因为这边还有银手 因为这边还有银手 当然更重要的是 现在人家打入呢 是已经抢先动手了 你现在需要处理这三个 这三个子有点重啊 没有演 没有契合的想法吗 对 所以说这个赶紧逃跑 逃跑 这是正手吧 那我觉得黑棋总是满意的吧 对 所以说我们要打入呢 就多下这种 它有攻击性的打入 这种手段是很容易 能够占到便宜的 如果您这么说来的话 那我就想把这个棋局 往前倒几步的话 那当初我这个拆 是不是拆得有点大了 如果立二拆三的话 不就没有打入了吗 这两个人之所以都是高手的 就是它分速感很好 它既然留给一个打入 就是不怕 它也不是 它也就是 你来吧 来了咱们就战一场就是了 是不是 谁怕谁啊 还不一定 但是你既然留着打入 那我就来打 这两个人就是属于 是半斤对八两 不是说这个地方留个打入 你一打入我就坏了 那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们现在赶紧看看实战 实战这个 它跳出来 非常的政治精彩的时候 我们争取能 第一时间赶上实战 好的 给大家这个同步欣赏 然后白旗飞一个 对飞一个 就是先把上面的两个处理好 处理一下这个 再处理一下那个 节奏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反正这棋局我觉得挺乱的 你看嘛 这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 是 这个估计都是符合它 它们的胃口 然后黑旗 飞起来 飞起来 黑旗你看现在还 撩着攻击白旗的这个后世呢 这是后世吗 这就四个字还没有我黑旗的子力多呢 估计在连校眼里这是骨骑 肯定不是后世 是的 所以呢 顾子好赶紧做过 拆一个 然后连校多了这个飞之后 马上对于这几个子发动进攻 你看这黑旗哪有是一个在打入的架势呢 对 这也可以说这连校的这个风格呢 也是非常的有力量 这是在主动的进攻 跳一下 然后刺一个 这好像是连贯的跳一个 对 这是常用手法 这个刺呢 就是最希望的就是你沾上 你一沾上之后呢 你不但这个没有眼了 黑旗这个子还变轻了 对 这样我就跳出来就好了吧 对 黑旗甚至上来这种随便 把你这个你看 这是五个子 呆呆的 这六个子 也没有眼 就算你在里面做活 可能这个形式也不行了 是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顾子好展示了一下 他的这个顶尖骑手的实力 他最新等级分也是第三 这个德国三星杯的世界冠军 对 挖一个 这部棋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个棋简简单的一沾 这个局面可能马上就会陷入被动 但是因为有这一挖 马上就使这个局势变得 重新均衡起来 是啊 非常重要 觉得这个棋型啊 好像还经常出现 但是好像经常我们下旧无神经的 就沾着 对 或者说再高级一点 可能会选择先刺一个 但是这两个生法都扭转不了局势 唯有这一挖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对啊 他这挖一个是什么用 如果说你要吃这个 那我们就发现啊 白棋的好处是什么 白棋这样 他把这个子给吃了 白棋把这个子吃了 这个子吃了之后呢 产生了这一个眼味 黑棋如果要破这个眼味 冲一下之后 装气 黑棋你这两个子就中了 对 以后被白棋吃掉 白棋就活了 也就是说白棋吃掉这个子之后 白棋的眼形就会丰富起来 那么黑棋自然是不肯这样下 那么黑棋不肯这样下 就只能从这打 那这样白棋再一尝 我们就会发现啊 哎 你在这个一粘 对 先冲这个 然后呢 白棋打 你粘 然后它粘上 然后白棋再粘 这个时候黑棋呢 现在就没有机会从外面来了 没有机会从外面 你现在要着急断这个 这个呢 白棋就获得了一个转机 就是把自己本来 从被动的这个局面呢 一下子就转为一种 相对主动的局面 那为什么现在黑棋 就不能从这边下呢 就无论是跳 因为如果你要任何 从这边下 人比方说白棋这样随便一走 黑棋这几个子 等于都在帮其忙 白帮帮那白棋忙 走在了里边 这以后还有吃了一段的 味用 借用 也就是说黑棋 白棋这个管还是先手 这个对黑棋是无法忍受 很难受 所以说这个棋 事到如今呢 这个黑棋 就只能断 只能断上去再说 这也是这个白棋 这个一个棋子的手法了 断上去 如果你要现在就这个 那就坏了 那我这压几个 我用你挑 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白棋打吃 你尝 他在虎 这也是这个骨子好的 预定动作了 这个下巴也非常大气 因为把这三个的气量 都气了 这木是我黑棋是 太大了 我们看啊 这个一虎之后 那么黑棋呢 自然地先跑 对 他飞一个 先跑 其实我觉得 白棋的这样一跳 现在黑棋 只要把这两块 都安全地处理好 现在木树 不是已经领先了吗 这个跳也是一个经典手筋 这个地方你要压 就打出手了 你一跳 走到他前面 他要再踢的话 你就可以扳头了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连向拐吃 拐吃 这个是正手 然后再一跳 占据天元 这个好点 我们从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白棋虽然气掉了 这三个子 但是白棋 首先把这一对 当时是处在一个 被攻状态的人 攻击状态的棋子 变成后势了 走在外边之后呢 反倒对黑棋 这两个子 还有上面这四个子 都形成了一种攻势 这个我觉得 这骨子好像下得非常好 这一切的起因 就是当初这一袜 没有这一袜 白棋是怎么着 都达不成这种效果 当然我觉得你说的也很对 因为你说了 黑棋实地很多 这一块就接近五十 再加那个角的十目 已经有六十目了 而且我们现在棋手 既是栗战其风 他们就都喜欢的一个格局 就是先捞后洗 反而我看这样的一个局面 连校已经把空已经捞足了 然后剩下的 就看他洗活的本领了 如果他把这两块 都安全地处理好了 那白棋的空怎么追得上 你说的很对 所以说接下来这班棋精彩 就看你就在这 看看白棋怎么攻击 黑棋这上面两块 而这个黑棋是如何处理 也是这个局面的关键 现在实地是不用数了 这黑棋已经有六十目了 白棋这一块还没有完全成空 白棋现在的火力就得对准 这两个子还有四个子 想办法对这几个子 发动猛攻来获取收益 对 总体的这个局势 大致上是两分的 对 但是你要从棋风的角度 我觉得更符合 这顾子豪的风格 我觉得也符合连校的风格 其实连校 他的棋也是属于是攻击型 不是防守型 所以说他现在被攻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定也在寻找 这个反击的机会 我们来看看 好 是不是擅长攻击的选手 就是擅长防守 那这个估计天下无敌了 他又擅长攻击又擅长防守 太厉害了 接下来黑棋呢 他是先处理这块 还是先处理这两个子呢 这是一个他第一个选择题 但是他的实战让我们非常的意外 他好像并不怕 他走在哪里了 既不防守这边也不防守这边 他这个是不是 这是又捞一票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反击意识 他这个目的不是捞点空 而是这个盯着白棋这两个子 他说你这两个子也没有活 你别老盯着我四个子 你看看你这两个子怎么处理 他在攻击你这两个子的同时呢 可能顺便把这个处理好 这都是非常高明的战术 这一架也是让白棋感到很难对付吧 看看 我觉得黑棋 根本就没有觉得我这个是姑棋 赐一个 赐一个这个比赞 对 这个吧 他们两个人立下去了 这个大概是一个想弃子整形吧 因为现在白棋这个字已经跟局面的关系不大了 重点是这块跟这块 反正千万不能让他走后了之后过来攻黑棋 怎么能够加后白棋的下法都是可以的 这一粒含有这个气子整形的这个意思 黑棋得冲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加一个会不会有点太捞了 这个反正他也没什么好奇下 这是一种下法 走到上面不好吗 走到上面让他去下面补 那人家可能又拿着地你还没有活 这个加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这种下法对对方是压力很大 你很容易能够让对方这个犯错误 当然这个地方锅子好处理的也很好 这个通过气子整形 然后再出头 对啊 其实这样的一个局面挺为黑棋揪心的 现在黑棋这几个就更薄了 但是呢我们看到黑棋这一手之后 是白棋这几个子的这个根据地也消失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棋仍然是难解难分 可以说是任何一方如果一朝不慎 这可能形势就会落入被动 是 那现在这个地方黑棋得赶紧出头 对啊 这个他出头 其实他可能还想着要不然我就这样过来 把你这个卷进去 要不然这样过来吧 这个就进去 对啊 这就是黑棋这一加的这个作用啊 这一加之后 把你这个白棋这几个子根给去除了 你现在你还得顾及自己呢 你不能只顾着攻击黑棋 你比方说你要往这压的话 他一长再压再压 我就顺势这样过来 一会儿你呢就给包进去了 所以黑棋白棋从这地方跳 先把这个这一堆人马彻底救活 然后呢黑棋这个地方 对 压不过了 然后这就是缠绕攻击的手法了 我们看啊 这白棋这一尝一尝的 间接就对这两个子造成压力 是啊 就很怕这两个子会无疾而终 如果把这两个子吃掉 那黑棋比如说六十目了 七十目估计也不好使了 这个这两个子一吃之后太大了 比方说假设这地方有什么 有一个子 这地方再有一个子 这两子可能就进去了 爆活了 对 所以说现在黑棋呢 在处理这一队人马的时候 还得顾及着这个 这都是非常的考验水准的时候 是啊 那王林老师 凭您的这个比赛经验啊 像是咱们这种快棋赛 是进攻的一方好掌握 还是防守的一方好掌握 这完全得看风格 但是我认为啊 对于善于进攻的人呢 肯定是下攻击的棋比较顺手 你比方说这个顾字豪 它是一个最典型的啊 这个攻击性的风格了 你要说我们咱们这个棋界 这个攻击风格的这个 最突出的特点是谁 我觉得就是顾字豪 你比方说你要用这个 来使用兵器的角度来形容 那它是毛 我觉得它是大锤 大锤啊 陈小军的那个大锤子 你这个科捷可能是用剑的 科捷的棋风比较灵活 虽然也很有力量 但是它也很灵活 这个联校不用说了 它是用刀的 就叫大刀向前冲 对 所以它一定是用大刀的 你想大刀对大锤 你说这个火星四箭很正常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非常的这个精彩 现在黑棋得赶紧处理这个 还有这两个也得处理 但是白棋呢也得小心 这一对别被黑棋给逆袭了 这个还得压吧 因为我想这个我看了一下 王磊老师其实对CCTV杯的这个舞台啊 非常的熟悉 我看您拿过两次亚军 对对对 这个CCTV历史非常悠久了 已经是87年开始举办 是啊 比这两位棋手都大不少 这个举办这个比赛的时候 这两个棋手都还没出生呢 这个第一届冠军也是咱们聂老师拿的 这个在CCTV历史上成绩最好的应该是 马小春 马老师 拿过七届冠军 我记得还有过三次的这种连冠军 蝉联冠军 这个自从马老师之后 好像没有一个人做到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就算是科技 还没进过CCTV杯的决赛 所以说快起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说呢 其实您可以就是通过您当年的那些 这个比赛时候的感觉 再讲讲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决赛时候的这种 这个您从下棋的这种角度上 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然后您现在站在这儿 讲棋的这种感觉和下棋 是不是差得很大 你说的这个视角很有意思 一般来讲呢 这个作为棋手呢 能下棋最幸福的 对 只有像我这个 这就没棋下了才来讲棋 就是一下就被人家给砍瓜切菜 所以只好来给大家讲棋了 你像连孝和顾子豪 我们都看了这个之前的片头采访 你看连孝笑的多开心 他这名字起得好 连孝嘛 你看一直都在笑 对 你也老说他这个名字是连着笑 所以不知道他今天这番棋 还能不能笑出来了 这番棋呢 现在一直都处在一个防守的状况 对 顾子豪处在攻击的状况 压了一下 尝了一下 我们应该是快要追上实战了吧 对 然后现在 这一队人马 我相信连孝的风格应该是瞄着的 是啊 所以他不是这样一味的去逃跑 他先小心 去你的眼 现在他连孝不盯着这两个字 如果说又忙碌这个又忙碌这个 那就顾不过来了 估计不能兼得 所以连孝干脆想着我先去攻击你那个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对 是 所以说这个这两个人下棋呢 这一定会非常好看 因为谁也不服帖 你想让他往东呢 那他一定是不干 一定给你对着干 你看这连孝来了 想这个欺负欺负白棋上边 我想瞄着这块可能黑棋就有眼形了 对 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冲断 对啊 白棋需要防守一下现在 白棋小尖了一个 他这搬这些不都是先手吗 因为你搬他拐 你再长他被他爬一下他不舒服 所以他先小尖 这样的话以后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两个先手都 可是您小尖之后 现在顶就不是先手 我肯定不要这俩了 那你不要那俩 我这个也活了 你也攻击不着我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部多了小尖之后呢 他这留了一个后门 所以现在呢 多了一个小尖之后呢 可以说白棋这一对人马呢 也相对会安心一点 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后门 那黑棋马上冲断 我估计 白棋也很难过 白棋那一对人马也危险了 接下来看看这个连校怎么操作 这个地方不会还有点毛病吧 黑棋 就联络还不太好 对啊 如果他是冲完刺 他把这个地方补掉 这样的话他这边就已经安全联络了 这个毛病我们说的是指这个 如果你要不走这刺一下 你接上 这一冲 这四个就被拿下了 所以说连校看得很清楚啊 就赶紧了 对 先通过一个先手交换 把自己的动物先补上 这个白棋被打了 然后再刺一下 如果这个刺到的话 就补上了 你再冲一粘 这全都是连了 连得很安全了 但是也得注意啊 这个地方以后冲完之后 这有疑问 好吧 但是您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缺口 所以我暂时不怕 这都是这个埋伏着啊 跳过来 这都是都得注意 都得注意这一点 您看我就说嘛 现在您在走这边 肯定就不硬了 它这就是间接防守啊 锁不着呢 它也活了 因为你现在吃这个跟这个呢 两个白棋必得其一 这样的话呢 白棋等于是自身已经安全了 我们说这个 你要在攻击的时候啊 一定得先注意自身的安全 兵法部也都有这种说法 先为几只不可胜 后为敌只可胜 如果你要自己都不活 你还想去攻人家 那最后人家一个反击 你就全都被包脚走了 可能进去了 所以说你看 顾子豪这不起就很老道啊 你现在黑棋要吃那两个 它这一漏 它已经自身安全了 那接下来 黑棋怎么处理这两片 那就是黑棋的难题了 是啊 现在啊 其实局面呢 是仍然处于一个 比较混战的局面 一般来讲呢 我们都说这个对局者啊 如果说想要此时此刻 判断清楚自己的这个胜算啊 包括这个后面的变化 都算清楚吗 其实他们可能也搞不清 因为毕竟后面的变化特别特别复杂 对特别是现在这种局面 你认可一招下错了 那可能胜率都要十几二十个点 对 那都是小 是啊 您说到这胜率啊 其实啊 咱们AI给咱们最好的一个指导呢 就是他在什么时刻呢 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胜率 到底是多少 其实咱们今天呢 也有咱们的这个老搭档嘛 AI助手 咱们一起啊 去看看 他此时此刻 对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 给出的是谁优势呢 这个已经看到了 我要没看错 应该是差不多啊 这个旗鼓相当 因为我们知道 白旗的初始胜率就是59 直白 那么到下到现在呢 是60 还在十个点以内的这个差距 都是小意思啊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直白的一方 胜率达到了80以上 才能说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所以现在还没到80 那这个都可以理解成 局势是非常紧张的 就是局势旗鼓相当吧 当然这种局面呢 就像我说的了 你从这个棋风的角度来讲 因为顾自豪 他善于攻击 那使大锤的嘛 你要轮不着人 砸不着人 他自己估计都站不稳 是吧 所以说这种局面 应该稍稍的是看好顾自豪 联校呢需要反击 就找个地方赶紧 咱们给你反击一下 别老是被你这个追的满盘跑 所以说下一手也比较关键嘛 看看联校是怎么选择的 对 看来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 仍然是 虽然咱们觉得黑棋有点被动 但是仍然啊 局面是旗鼓相当 对 这个离分出胜负还早着呢 这两个人这个吓到 不到最后一招 估计是你看不出谁好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AI呢 他这个计算呢 他只算十手 你比方说前两天 这个科捷有一盘旗球 你AI给出来的胜率 对吧 应该是谢科 谢科跟谁的 我有一点记不住了 给出来的胜率是不对的 因为他再往十手 再一算 就发现不对了 其实有的时候啊 人工智能算的 也没有咱们这个 如果纯计算 可能也不一定比我们强 对 其实人工智能 这个AI的强的是大局 这个一点是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他对于计算 反倒不是很顺畅 所以说我们不是有时候 叫做杀狗绝招吗 我自己也用这种招式赢过 就是比方你搞个什么 争子啦之类的 他可能走走了 他就晕了 但是你要是在这种 比较虚的地方 他的选择一般都是正确的 好 这个棋 连向选择了靠这个 因为上边呢 展示多了这个跳之后呢 黑棋呢也不太怕了 是 选择的是靠这个 是处理这两个 同时借着这个劲儿吧 如果说你要单独连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样效率会更高 这也是一个高级手法吧 这个地方白棋的注意啊 你不能人一靠 你就跟着搬 因为什么 这几个太厚了 那搬是不是就虎了 兄弟打架了 对 这一虎 你看你就打一下 虽然痛快 但是痛快完了 您就粘上 我还以为做个结呢 我没那么有追求 你看我就粘上 然后你就难受了 你要立的话 这一断 你这个还有个断点 你要粘呢 我好好看 我们立四就拆一 太重复了 所以说这个气 千万不要搬 这样你就满意了 一搬可就坏事了 但是这种错误 你骨子豪肯定不会犯了 他估计一秒钟就长了 对 他要破黑棋的这个眼 同时这个最大限度 发挥这四个子的效率 然后长一个 黑棋也长一个 小肩 白棋的联络 小肩 这个小肩就比爬一个 要高明一点了 小肩的话还留官子 因为小肩完之后 这一虎是特别愉快的 这一虎 这个脚就黑棋守不住了 而且还马上产生 一个尖了 斑的这个厉害的反击手段 所以说这个黑棋这个长 也不是那么痛快 长完之后 这个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我相信连校这步棋 应该得赶紧想办法 顾不上吧 现在我觉得 大家的核心战斗 应该是在中复 对 现在是特别想下这一步 但是你要下这一步 这个被人家出去了 这个可真要交的 但是我估计 你要走任何其他的 顾子好像都很可能会想 这个虎太大了 虎完之后产生了这个尖 我们看啊 这个厉害就厉害的这一尖 如果本身没有这个尖 这个虎营呢 就是一个棺子 但是它有这个尖的反击手段之后 然后再搬下 再一搬 如果黑棋要救这个的时候 你就送我这个尖出来先手 然后再这个搬 然后你还不能沾这个 对 沾这个爬死了 但是你要吃这个 这被我一 我多了这个打这一搬 这全都形状就碎了 所以这个虎特别 这个我不知道 连校该怎么办呢 我有点替他担忧了 您不是说吗 大家都最喜欢的就是进攻 进攻是好防守 所以他先盯着您呢 天哪 这就是视角不同啊 你看 我们的视角是想着黑棋怎么逃跑 他连校的视角可能是 对啊 白棋站一堆大龙活没活 您不是说您有这个二路后门吗 我一会儿给您从这边分段 然后我这两块连回了 让您后门跑跑 那这个就是连校的这个理想图啊 这个确实是不一般 想着不是单纯的自己逃跑 对 随时随刻都在寻找反击的机会 是啊 您不是说我黑棋有两块姑棋吗 我把两块姑棋给连上 那这个姑子豪会不会反击呢 白棋没有反击 白棋老老实实地接住了是吧 对 哎呀那也是承认了林校这部刺下得好 因为这部刺呢多少还是有点便宜的啊 因为利于跟这边联络啊 有了这个刺之后 呃更有利于黑棋回家 嗯 然后是怎么跳吗 对他跳这个了 跳这个是吧 我还以为他是从这边大方面的这个给他包围 嗯 其实他是自己 这个也很有这个意思啊 有了这个之后 白棋这方面的出路都没有了 嗯 白棋如果再不走 我估计黑棋要动手了 对 白棋所以要从这边 哇这也是够凶的了 这还要刺着你 那我一般的感觉就是赶紧自己就逃跑联络吧 这个刺难道不担心黑棋冲断反击吗 反正黑棋肯定不会老老实实说 这是肯定的 我估计黑棋要愤怒的人了 要冲断 冲 要冲 哇这个太 这个太刺激了 这个马上一段反击来了 对啊 既然他这样 好像我觉得是不给黑棋退路了 黑棋也只有这样下 我要如果再去防守 这棋就没法下了嘛 是啊 这就是使大锤的人的这个功力 他就一定要去锤你 我们想着自己逃跑算了 那不行 他一定要刺着你 结果人家反击 他也一定是有后招的 要不然他就不是顾子豪了 这个棋精彩了 我们看看顾子豪怎么处理 他肯定得先沾上 哎呀 这个我们还说呢 这条大龙很担心啊 这顾子豪这个变成耍大龙的了 这是 黑棋其实自身也没有完全安定 这个地方还有个拐的形状 哎呀 我这个现在又变成替顾子豪担心了 这也是咱们下棋的 看棋的这个好处啊 反正是我们欣赏这番棋精彩就行 谁输谁赢 我们就当看客 是 反正都是您的队员 谁赢了您都觉得挺好的 那照你这话说的 好像你有点倾向性 你有支持者啊 看来是 我有立场啊 你有立场啊 是吗 那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棋 接下来黑棋怎么办 这一拐是要点 您说这是棋型 他们就下了 哇 而且这个拐的好处是 把当初白棋这个冲了 哇的反正手段给去除了 对 这个棋真的是很为顾子豪担心的 万一这条大龙被连校吃了 连校这个冠军拿的啊 这因为这是决赛嘛 对啊 在决赛之中 以屠龙的方式拿下冠军 我估计这在一生之中 都是值得品位的美好回忆 对 心情特别舒适 是啊 所以说现在这顾子豪怎么办呢 这几个 这几个肯定要处理啊 这个棋筋不能丢啊 棋筋丢了 这个全都白盖了 是 但是你要联络也难受 你比方说一接是单关 你要走这个 还被人家打一枪 这肯定不行 怎么办呢 他冲一个 总是要吃的 冲一个我这一枉 我还吃不掉你 我们看啊 如果黑棋一高兴 我是打这个再打这个枉 对啊 白鞋也可以先打这个 你要打这个枉被人家吃 那这个不是少的吗 这黑棋乐呵呵呵了 你可以再打这个 打这个你就有这样 然后再打这个 这你吃不着我这三个 对 所以说这个这三个棋筋 可不能给白棋吃了 这一冲 你看也是一种反击的下法啊 你要单纯想着防守 那都是吃亏的 但不 我反冲 看看这个 但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是留下了 这个八年打吃的时候 我有可能从这边 那当然有可能 问题是这个后路 对 我只要是阻度了 我就有可能留这样的一个手段 我们说这高手下棋 他都是有后招的 他不是说就是 一个就往前冲 后边还是有没有援军 也不知道 你跑了半天 发现后边一个人没跟上 那你肯定是被敌人权收拾了 这个地方就是顾子豪的后招 那随时这一溜 他就跑了 所以他才敢干出这种事情 这种真是一高人胆大 那现在呢 联校该怎么办呢 现在双赏 这边走不好 他就先不走 这个也非常灵活的 你看我这保留着各种的下场 对啊 现在呢 暂时白旗这条大龙 还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边有点缝 这个还有个后路 那现在联校又转为走这个 但是如果说 白旗这条大龙没问题 那黑旗这条大龙 是不是就能理解成有问题了呢 可是我这边 您不是说也有先手吗 而且这边我还有头呢 你的意思 我有点听出来了 我也不看 好像你这个担心联校更多一点 那你的立场是不是就支持联校咯 您猜呢 那我就这么认为吧 那为了这个平衡呢 我就变成这个 支持郭子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吃 那这个接下来这一提就已经做活了 非常厚啊 而且这吃估计这地方 黑旗要不走这一尖 我们看啊 白旗这要一尖的话 黑旗这个是连不上的 哎呀 那我得替联校担心了 这一吃如果说黑旗得走的话 那这一堆可真苦了 这个旗可以说联校这个通断的反击 您吃一个子就活了吗 哎呦 我这个子吃了还不给我活吗 不是 那我下边会有先手 您要如果只是活 那我自己也能做活吧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 我们当初说过啊 白旗黑旗大概是60多目旗 但是多了这一间 这地方又能够有个突破 60目到不到 已经是个问题了 如果说你黑旗在都做活的同时 让白旗这边全部实地化 我们来看看 一时二时三 这一块白旗也有四五十目了 所以说黑旗呢 还不是说可以说 付出任何一切代价 做活就行 他还得活得别那么苦 不能让黑旗白旗呢 没太多空 这个旗呢仍然是非常精彩的 我这几个字啊 是肯定不会弃的 这不肩下得也很好啊 他这个 让你这个地方还没有活旗 对啊 互相牵制 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说随随便便 就下在我这个地方 白旗留下这个活旗呢 黑旗这个打拢就太酷了 他顶住 然后粘上 粘上 我一退 退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一退之后 我们看这黑旗 以后白旗一提 你要破眼的话 白旗这有个铺的打结火 这也是白旗的后招之一吧 现在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这地方一加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一加 我觉得很厉害啊 黑旗如果一般 那么我一长 你看这个空你守不住啊 你一站这有冲断 你要一退的话 我这一双 空也守不住啊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加之后 黑旗的这个木数啊 远远没有六十木了 这个棋 那现在还顾不上熟木 因为还是自己的生死安危 得先解决了再说 这种超大型的这个对攻局面啊 那木数是都是小意思啊 一木两木那都算不上 不算事啊 现在官子局面啊 我估计呢 半木棋都得争夺 是 但是在进攻的时候啊 其实进攻的一方 也蛮有风险的 经常呢 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攻着攻着啊 就引狼入尸了 对 不仅没吃着 人家自己的大空也都没了 是 那您看啊 您这一跳 黑旗飞进来 您这个 反正我先破了 这个 如果空被破了 木也没成上 还没吃掉我 那 所以这个棋材精彩啊 这个都有风险啊 先把跳一个好棋 把这个看先 先来点 现在 但是这个黑旗飞的这个形状呢 也不是特别正啊 因为这个地方总是拉着胯着 但是我也不能小迈步啊 小迈步这个自己的眼型 还不太好 所以我才比较替这个连校担心啊 这个棋 小尖 我这个是先手 而且我下面有眼型啊 对 逼迫这个白旗这个位 如果说白旗得打这个结 那黑旗就先给你打会儿啊 嗯 但是如果说白旗不靠这个结 这个局部是做不活的 对 你看这个地方下面没有眼 嗯 这个地方没有眼 这个地方也没有眼 只有这个地方啊 白旗是不是可以考虑 先往这地方冲 白旗先立下去 二路立一个 好 白旗先二路立 是吧 嗯 那就是说 这个立呢 局部来讲是有先手味道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一吃 你一粘 它这一段啊 是可以把两个子吃掉的 对啊 这样您就活了 对 所以这一粒呢 看看黑旗 我可以补到这儿 哎呀 但是这一粒好痛啊 是啊 您刚才说这个 夹一个能把我这个困破了 但是我一提到那儿 既补了脚上的那个断点 又把这个夹给防了 这一夹 我觉得少说的 有二十目的价值啊 这个 姑子豪就把这个 不要了 那我估计 它有更大的图谋 我们来看啊 这个都可以设计 它一定有更大的图谋 它盯着这一块黑旗 你看 它根本就不是在考虑自己的安危 它在反杀黑旗这条大龙 是啊 这要形成超级大龙 对杀呢 我们有的好 有的细好看了啊 一般都说这个 从事先手 高手的大龙 哪那么容易吃啊 我觉得吃旗应该还挺难的 但是这个姑子豪 就喜欢吃高手的大龙 你要吃我的大龙 还觉得没味儿 这个高手的大龙才好吃 那这个姑子豪是继承了十月的衣钩吗 以前我们说十月最喜欢吃下大龙 对啊 十月是号称厂军一条龙 但是它是属于是一种 一般来讲被逼无奈了 别人欺负他 欺负到家了 他才反击一下 一不小心吃你条龙 这奇 它不像这个姑子豪 姑子豪是好好的呢 他就来吃你条龙 是属于是恶霸型的 他蛮不讲理的 下一首我都是觉得怎么想不着啊 怎么都想不着 黑旗刚刚下了小尖 黑旗下了小尖 这还是在足度 这个要形成这个 要逼迫白旗做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在破眼的同时 自己也留下了自己的这个活旗 你解释非常对啊 因为先让黑旗 我要自己想的话 想不着 白旗这个得做活 但是白旗不愿意这样提一个 下一个单关做活 他这个飞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这不飞呢 这白旗黑旗下不一尖 下面有个眼 对 所以他先飞 如果说黑旗要破白旗下面这个眼 你就得圆一个 你要一圆一个的话呢 黑旗上面就没有眼了 对 他这还是一种攻击性的手法 这个小飞 非常的狠啊 这个可以说就 已经把獠牙漏出来了 这就是要吃这套大龙马 要不然他这么损得起 他不会轻一下的 我们就看吧 这个精彩的来了 我还可以进来呢 还是先沾上 这不沾也有点百年功力的味道 就是说我是活旗 对 这已经是一个眼了 接下来这又一个眼了 对啊 我是活旗 你不是要吃我吗 我就赶紧先看看 我先做活 我被你吓着了 再冲 你看就是拿黑旗没招了 这个冲您觉得是独秒打僵吗 我觉得像 要不然没必要这样冲一下 像是 因为什么CCTV是30秒 你不齐啊 对啊 你30秒不下 超时都白大 所以说这个读到28了 你还不知道下哪呢 所以就打个僵 又获得30秒 然后这个小间 我看也像打僵 那他可能就是发现了 说哎呀 这个你都来做活了 我这暂时也 我要比方说 要吃起只能这样一冲 然后你说的这边 什么Cuffa 可能他觉得也暂时吃不掉 那我们再转站这边 这几步我觉得啊 应该是白旗的孤子豪 时间上吃紧 保留次数 可能已经用光了 这个我估计像他们这种 都得有后招 估计 次数估计不多 肩这个黑旗是打吗 打 然后挤一个 好 挤一个 反正是先自保咯 因为如果你这步不走 黑旗一圆的话 我们说了 这白旗只能靠这个蹄 这个打结果 这一挤呢 现在是这一只眼 这一只眼 黑旗活了 白旗也活了 接下来就要 可能要和平解决了 那旗接了旗 还是要沾上 沾呢 这个很简单 这地方以后有个妙手啊 一路这一拖 他还是没有活干净 但是还是活的 很不幸啊 如果因为白旗可以拐 你挖了 白旗这个吃完之后 吃这个先手 这脚里一跳 这还有只眼 活旗是活旗啊 但是白旗 黑旗这地方 也多了一个 吃两子做活的手段 也就是说 现在黑旗也活 白旗也活 大家都活 相安无事 那就开始比目了呀 比目的话 那可就是黑旗比较 占优了 但是不对 我们突然发现了 这个地方呢 孤子昂还留有后招 这地方有一般 您这有一蛙是吧 对对对 打吃沾上 我要敢吃的话 您这有一蛙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先手虎 你就吃在这儿 吃在这儿 这一蛙估计是 我们看看黑旗怎么抵挡 没法抵挡 那我就算了 我就让您先手虎吧 我就 其实你让我先手虎 我这地方还是有一蛙 这样的话 可能是 就只是破点空的 那还好 我就可以尝了嘛 对对对 我在这儿 估计这个黑旗只能沾 那这一鲜肉虎也很愉快 那这个棋 两位高手 莫非真的要形成 大虾小树营呢 我们赶紧跟上时代 看看 好的 它是 拐一个把这个吃掉 又有木啊 又凑啊 这两个子啊 本身是十二木以上 十二木以上 外加各种的后卫 甚至以后这个 以后条件成熟 都可以欺负到这儿去了 毕竟因为黑旗 这个大陆没活 因为白旗随时 这里面有一破烟 如果说黑旗 这个不敢去 把这边白旗控 全都破光 我觉得白旗控 好像也不少 现在问题是 敢不敢抢这个 这个是关键 其实我是觉得 这边不是很大吗 大家都不走 它挡下来 它不是往这儿立 对 它是往这儿挡 它让您虎那个 这个我倒没看明白 它为什么是这么选择的 这个虎一个 本来就是特舒服啊 如果说黑旗跟着搬的话 对 黑旗就跟着搬 您不是还得做活吗 小鲜手石木啊 这个我不太明白了 这为什么这么下 只有一种解释 打路 一会儿我是不是 还要往这边走 你有这个可能 他是觉得 我一会儿进来之后 对啊 白旗这一堆薄 是 您这儿 这种有各种的刺 是不是一会儿往这边走 对 因为他觉得 我这一挡下来之后 那一虎的肯定要硬了 对 硬完之后 因为您现在这个搬了 我是可以粘在外面 它本来也只能粘外面 确实是 然后他说你这个没活 这个黑旗没活 白旗没活 对啊 白旗搬粘 白旗先小尖一下 好 先黑旗 然后我就粘上 小尖像是个俗手嘛 小尖完之后再冲吗 没有 它要搬粘了 搬粘 可能就是流通点一个锐 但是要单纯末术上来讲 应该是这个虎更大 这个以后如果 就算你虎了利 这肯定没有实木 但是这个打下来呢 跟后保有关系 对 您知道 如果爬过来的话 这儿可能黑旗就不敢出手了 另外 这样黑旗有接应 甚至是你讲来 这一冲可能都冲不着了 你比如说 本来如果你这一堆不活的话 一冲你可能只能跑 对啊 如果你这边已经 有两只眼一冲 你可能挡住 利于手控 那肯定 对 所以说这两个可能也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果然 对啊 这边如果都是白旗的空 您刚才不说 还是你了解连校 它这个挡下来 它不是看的木树 虽然说单纯的木树是这边大 但是这个对后保是好的 我觉得这个连校 这个非常好 因为咱们下棋本来就是 应该是后保优先于木树 最重要呢 首先是死活 咱们下棋也得特别注意 自己的死活 是 这条大龙一死 你多少木都不行了 对 然后是后保 因为后保直接有可能影响到死活 你在骑薄的地方呢 就容易出问题 当你都安全的很的时候 再考虑木树 这个次序不能错 死活优先 后保其次 最后是木树 现在呢 这个连校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 这一挡选择也还是很对的 这个后保优先 要搬一个 但是他敢要活脚 估计恶霸要跟他急了 这条大龙 你真当你就两只眼了嘛 这个一冲 可真是没活到 我估计拖一个 就试试应手吧 先拖了断 看看他什么意思 这个太凶猛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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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校这个 他若非意识形势不力 这个 你考虑到对面是 顾子豪啊 这个 你要这样下 顾子豪估计是不答应的 但是如果单纯地做活的话 可能这个木树是堪忧吧 因为这被虎了一把 这个例之后 这又产生了一个期目 这两个地方直接就少了十木期 那要不然啊 咱们从这个时候 咱们听听人工智能 给咱们的一个判断 咱们看看呢 人工智能对于现在的一个形式 判断呢 是谁优谁略 然后咱再顺便问一下 在这个时候 人工智能的最佳的一个推荐 是不是他也想要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来看看吧 对啊 我们看看人工智能的解说 人工智能的解说是什么 哇 这真是两大高手之间的对决啊 我们看到这个 人工智能给出来的下法 跟连向实战是一模一样 对啊 这不起步 之前我就很多次 我都看到了啊 这个 他们两个人的下法啊 跟这个AI的推荐 基本都是一选 你一般能下到 AI推荐的三选 你已经是顶尖高手了 你下到一选 那简直有点不是人 你看看这盘棋 别像 这不拖啊 我觉得这个很过分的一步棋啊 但是呢 人工智能是首选 而且这个胜率上 仍然没有拉开啊 跟几十步之前 一模一样 仍然是白棋不到70啊 应该是60 69吧 应该69 应该是一个形势非常难讲的这种局面 谁也不能轻易退一步 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则 所以说连向在选择了最强下法 可能是你要 比方说要简简单单自己一做活 可能形势马上不对了 非常精彩啊 这个期 是啊 连向跟人工智能的这个推荐啊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都是这个 借我个撒胆我也不敢 我可能是觉得这个大楼没活 我这边不敢乱出手的 是 咱们不经常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什么 咱们说是什么遛狗啊 什么的 那我看这连校不就属狗的吗 它94年呢 是吗 原来如此 对于狗招能心有灵犀 他们都是一家的 是吧 这个白棋链班 对啊 拖断 刚才确实是一个首选 这是一个关联的下方 长白点 对 这个连校呢 不是还有个外号 叫大胆吗 我看他这两步期 就胆子就很大 很大 接下来呢 其实他就是是个英手 然后接下来他虎一个 这虎一个是先手 立下来 立下来 好 然后还真的是 先把脚活了 但也是够令人吃惊的了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给他变换一下次举 他保留着这边先手 先靠那边 如果说那边还是这样下的话 那他以后可以选择立 那他就选择这边 然后让他 立因为 我觉得你这个考箱更好 三目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小十目 这个挡下来呢 一二三 四 五六 七 可能差个一目 两目 也差不多 算了 咱不纠结了 可能也差不多 没那么大要紧 但是你现在活脚 我不有打个小小的问号 因为这不起看起来也好大 这不起白旗一下来之后 还产生一个二路尖的 这个搜刮手段 活脚 这种活脚一般就二十来目 跟差二哪个大 我这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活脚 会不会也跟后包有一点关系 你说的太对了 这活完这个脚之后 这个则都活力大增 这可能是联校看重的地方 这个所以说 这其高手下的血 总是有道理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顺手拐一下 对啊 这个就是考验您呢 你要不走 我肯定就爬了 如果说拐一个黑鞋 要虎的话 我估计一秒钟就拐了 但是呢 这个联校呢 是等于分第六啊 这个国内的冠军 都已经是拿到了两位数了 估计没那么听话 是 确实呢 这个拐非常的有诱惑性 但是联校也肯定不会活 那肯定是先外边来了 对 因为您刚才说了 这边其实还优于活脚呢 对 目数更大 而且再有就是 我这样走一走 好像顺便要着你的段 我要如果能在下边联络 我如果有活脚都不用担心了 老师这个地方有压 这地方有脱了 你还且吃不了呢 所以说这个地方 联校这个也很凶猛啊 但是又回到这个问题 这个大龙的问题 我总是不踏实 一个恶霸的风格 他不会 但是他也没动手 他也没动手 那他走着 那就还是拐了 如果不去动手这个大龙呢 这个被爬一下呢 简直是要昏过去了 那他确实拐了 那拐呢 显然连下也不会浮 跟您预料的一样 它是打肉 这个真难缠啊 如果说白旗只能是 小小的吃这个脚 我估计黑旗这个形式 会大有转机 如果只能小小的吃这个脚 对啊 三十秒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对局 他们还能下得这么混乱 这部煎下得真好 如果你要贴的话 你看你这还连不上 我这一次 就拿捏着你 你想让我去吃脚 我不吃 我认了你 那这个黑旗恐怕得考虑 哎呀 这个那反过来 我就为黑旗来担忧了 如果你要不能贴这个 那你这地方怎么处理呢 因为你不能忘了 这地方老是没活 白旗黑旗还没活 不是有句格言吗 叫敌之要点乃我之要点 您说我贴 您要尖断我 那我就补一个成络点 那这个形状好弯哦 反正您现在冲断我不怕 这地方一贴 怎么觉得这个 有点歪歪扭扭的 贴我走哪 我也贴一个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地方我有点不会了 因为我老是特别担心 这一条大笼的问题 这个黑旗形状上 稍微有点小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 搞不好这部棋是恶手呢 这部棋 你指不定 是不是可以考虑走点 对 我这边也有先手 对啊 但确实是很难 很难这个地方 那无论怎么讲 这个打入 看起来不太像好奇 这个地方被 顾子豪这样冷冷地一尖 而不是着急吃你这个角 把你这个形状给破坏了 你这不能贴 对 切不然一次 马上就被断掉了 就有断点连不上 你只能尖这个形状 也是有点小扭曲啊 然后白旗冲那个 白旗冲那个 冲那个是吧 先试你个硬手 看你是要木呢 还是要厚薄呢 如果说你要一挡的话 你再产生个断点 那我这以后一次 是不是有可能 就有杀奇的机会了 比如说 这一断掉是吧 对 这样 切了咔嚓的一次 这一断 这个好像也不糊 那个眼在哪呢 对啊 只看见了一个眼 所以说你黑旗面前选择 它给你出个考题啊 这个如果你要一冲的话 那这个木就没了 这也差不少木 这一冲出一看 五木齐就没了 是 怎么办呢 这时候还真的 有点为黑旗担心 对啊 这个总是 你看这个高手的鞋 他老是拿捏着你 不让你舒坦 是 不是让你老是 很容易做选择 很容易下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走不好 你是要这个 还要这个呢 实在选择了 走不好听 天哪 这果然联想属狗的 因为这个AI的这个狗 这个绝招 就是之一 三大绝招之一 就是有拖鞋 他走不好 我干脆吧 随你吧 我也去走我的 不老是跟着你 听你的话 是 但是我总觉得 这也够吓人的呢 这不起 这个拖鞋也是够吓人的 这块鞋刚才就说了 这边有点 他这个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我如果说 不要一点小便宜 你只要你点 我就不走了 我赶紧就逃命了 不理你了 对 如果说你没点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这 两只眼还是能活的 所以说连一下下的也很好 你想让我选择 我啥都不选 对 不选择反倒是最好的选择 让你来选 那这个地方 这个以后有没有可能 这个地方还有断的手段 这个地方还有断的手筋 因为这个肠呢 如果肠黑棋做活的话 这地方以后一断 你一吃 我这一肠 可能还可以把黑棋这边空 全部洗洁光 这个局面就要开始各种转换了 是啊 刚才那边还给黑棋数了 能数五十多目 现在如果走上您刚才那变化 那又要重新数目了 那这估计三十来目了 但是黑棋这个脚一活呢 也拿了小二十目 对啊 就是白棋您这边的空 不是也都被我破了 对啊 所以说这个不停地在转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估计这形式可能还 应然是军事 白棋搬 白棋是搬这个是吗 对 这部棋下得很花花呀 他可能不愿意这样一长 简单地让你做活 斑 这个斑呢就是显然是说 他要东西了 因为你如果不走的话 这有一段要命了 对 所以我管一下 这是先手 但是他管一下 这还是可以跑吧 对啊 然后他 他又长了 他又长 那黑棋 下得好啊 顾作画下得好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黑棋就只能做活 现在你这个地方 你看你断不开它 你一断这个断这个 你一冲它粘这个 也就是说 白棋这部搬长呢 比长在这儿呢 更有利于破黑棋这个空 下得非常精确 是 不仅自己这两个子是联络的 还把黑棋给断开了 这以后这一拐可是非常舒服 因为拐完我们说了 这个断又来了 这个总是让黑棋 特别讨厌的地方 黑棋做活了 对 然后他刺一下 这一次也舒服 就下了您很舒服的那一拐 而且你还注意啊 你这个还不能乱搬啊 你乱搬的时候 这地方被你断 要出大事 但是你要 结果这样是不是也太委屈了 是啊 而且这个地方还不能脱 现在还不能不走 你要吃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是先手 所以也无效 你要不走 这边一断也不行 所以说 吃这个吧 它是粘到二路 确实这个拐很难受 当初我们说 这个黑棋这边是五十目 现在是五目 十目 十五目 十七 加上八 就二十五目了 再加这两目 二十七目 折半 促销 打了个对折 二十几目 这二十七加上 就是三十多一点点 我们现在看 是大架都没什么 但是你要数数百七 也没什么空 六七目 十目 不到二十目 三 我估计形势 仍然是非常难讲 哪个人 今天这盘水平 都下得太高了 对啊 这盘机完全是一个攻防的典型实力 而且还在不停地转换 一会儿攻击 攻完机呢 在收手 和平解决 进行转换 你破我的空 我破你的空 然后进攻 防守 然后一看 半斤八两 这个太高了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大场 如果要没有这个大场 我估计黑棋控 还是很乐观的 但是 白棋把这个大场一抢 是不是也弄不动 您老得想着这个 您这个大龙的问题 老不能不可不查 这个 走完这个大场之后 黑棋没有大场可走了 这个是比较亏的地方 黑棋 咱们冲 现在我看这个联校 怎么也开始打僵了 而且这盘棋 竟然下了两百多手 所以王磊老师 咱还得赶快追上进城 是吗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追上了 自我感觉良好 是 那我们得赶紧 咱们离进城 还有好几十步呢 挡这个是吧 这个是逆收七亩 巨大 这个黑棋 白棋要立吗 白棋提到了中间 这提是先手 这个做活的时候 还是有价值的 这样已经活了 大龙已经活了 二路坚 愉快之极 挡上 因为现在都已经进行了 双方已经大战两百回合了 但是我一数控 白棋控更乐观 白棋后 这黑棋还有一些 这个大龙的问题 总得解决 白棋有点厚 不过这个一挡 受关同时 还产生这一个扳 这条大龙也增加了安全性 现在黑棋先把脚合了 这个棋仍然是非常非常难的 黑棋这个脚要薄的 然后就是下了您刚才的这个贴 贴一个是线索便宜 然后它弯这个 弯这个 这个地方你不能冲断 冲断人一打一场就漏了 对 所以说只能尖 小尖 然后我们退回来 那就变成一盘棺子收空器了 对呀 那咱们再摆一摆都可以 给它们行事判断 然后那边二路尖 二路尖 好齐 接下来这一小泵的 这个木术 也是让黑棋很痛 黑棋要靠住吗 没有 黑棋 虎一个之后 您这边我想问问 您是怎么数木的 我给白棋数了十几木 我先穿个象牙 太厉害了 这个如果要成立 这个白棋 岂不是有点崩溃 是啊 这个地方 一般咱们肯定就是算白棋的了 对呀 我一数白棋数了 接近十五木 只有你这一穿 说你这一木都没有 对呀 所以我就说 王老师 您这还怎么数木的 这个太犀利了 贴一个 然后它也贴出来 你爸来讲 既然是连校赶来穿的 肯定是觉得能全身而退 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如果能全身而退 那我要看好连校了 拐 还往里去 太凶猛了 那您只能沾上 我这个没办法 我只能接上 对呀 那这个一拐完 二路一跳 这难道要起一个小对沙吗 是的 我这个先吃一下 我感觉这个地方 黑棋应该是不怕的 这个地方 就从棋型上来看 黑棋满山站的 这个咱们都以为 可以收空数木了 清点战场了 这个战斗 但是我又发现了 这地方有一圆 一子两用 没有这一圆 已经崩溃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 究竟做活 跳一个 这个地方做活很难 只有这个地方 白棋都有先手 还是得杀器 就是把这个 跟这个杀器什么 这个本来没有这一圆 白棋已经崩溃了 因为这有一圆 觉得是不是 黑棋又比较难办了 我挤一个 那这个手法也是够 我觉得这现在 已经是最后一波了 太刺激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收手了 这个就完全比拼计算了 这两个人 世子世活就在此一战 对 从这个黑棋这部穿来看 如果说不穿 估计联想判断形式 也未见乐观 对 这是典型的圣服手 对 这个一旦白棋守不住 这十五幕 白棋也就不用下了 但是如果一旦 黑棋被白棋吃了 啥也啥便宜没占到 那黑棋也不用下了 这是最后一战 是 完全看不清 我估计是 连校车形式判断 已经判断好了 如果我稳稳当当的收空 像成这样 黑棋能行吗 我表示一个小小的疑问 这个黑棋怎么行呢 双一个它吃 双一个 这个问题是 那个角里是没活 本身这个局部 是不是气也不够 我感觉上 从棋形上来看 黑棋是有问题的 这个棋 估计黑棋要凉快 这先充一个打个浆 这打个浆 然后我沾上 那现在白棋快乐的选择 有点多了 真的吗 白棋自保 也可以杀脚 直接杀气 我觉得应该是 也是黑棋 白棋气场吧 以我这个 以我粗陋的计算 您怎么杀脚啊 您是不是看错了 脚里应该是个打结活吧 对 我的意思就是最安全的 打结好像是有 但是我恶霸不会这么选 恶霸能一下子 把你给垂扁 他绝对不会考虑第二种方案 他跟您选择一样 是吗 我还以为他直接就这个呢 这个以我粗陋的计算 我觉得好像是黑棋 可以吗 也不行 真的吗 不一定 这个地方 恶霸还是有计算的 它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直接杀 冲断 是吧 这个一断 断掉 一断 你这一粘之后 他这有一个扑啊 这一扑是锦气的好手 一二三 扑完一粘 黑棋反倒快一气了 没办法 不是恶霸 不想一 不想施上大铁锤 他是锤不动 那他先自保还是对的 问题是脚里 黑棋是打结活 那打结活要比拼劫财了 这个刺激了 然后先把这块做活了再说 这块活了再说 但是脚里是打结活 这条大龙 我念念不忘这条大龙 我估计这个笑笑可能笑不出来了 是连笑笑笑不出来了 这不是还打着结呢吗 但是你看这个打起结了 白起结才很多啊 这里方就好多个结 这样一结 就是这条大龙结才有点多 然后打吃 他虎一个打结了 打结 当然连笑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投降 是 这个结也得打 虽然说是白起看起来结才多 因为黑起的结才呢 好像不太好找 不太好找 先欲结先提 欲结先提 然后打吃 找这个结就够了 这个不像恶霸的风格 那如果够了的话 那你还能有什么所追求 不但20目啊 但是就这个笑也不给啊 当然它一算也是啊 这当初我们就数15目 就算你作合三目 也就不达20目 对啊 所以你把这个吃了 你就赚了 那由此可见 现在是白起肯定是形势 比较有利 主要是黑起这个结才很难啊 怎么着 断一个 冲那个吗 断一个 还是冲这个 冲这个吧 还是 我看一下 冲完这个之后 毕竟还能 那东西有个斑的便宜 要不然我都找不到什么结才了 冲 一路吃 也是一个 又那个 直接单斑是吧 对 比较有学问 你要不走的话 我这 这一冲 然后呢 白起 沾上面 嗯 但是这样一沾 它接下来的结才也没有了 只有只找出来一个不够实啊 然后白起打吃 白起结才很多的 白起这地方还没找呢 这地方一圆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有四个结 都还没找呢 然后又该黑起打结了 好 王老老 看起来是打不过 看起来这个黑起是打不过这个白起这个结 对 就是说现在 黑起非常困难 啊 局面 对 王老老老 您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 也可以看到这个 建成 冲 然后 接上 然后再提 对 然后 然后 冲这个打结 然后提这个 然后现在该黑起 黑起冲完了 黑起冲完了 对 该白起 黑起提 白起是这冲一个 对 白起这冲一个 这都是顺手的结材 然后白起把这个提过来 白起再提 然后黑起吃一个是结材 对 黑起一路吃 白起提 这都是 哇 这个 今天的这个战斗真的是 白起 非常地精彩 这手术这么多 还频频在打结 但是 现在估计两位对局者 对于结果已经心知肚明了 就是说 这个 这个黑起 想翻盘 有点累了 白起结材太多了 这还有四个都还没使呢 然后提掉 现在是不是要来使了 冲这个 还不用呢 你看 冲这个 这个也得给啊 这个也不能给啊 对 因为总共破了不当二十木 然后把这个提过来 和黑起断一个 断这个 这个 就是说如果白起不硬的话 它一团 它说黑起 白起这地方做不住眼来 我觉得有点吓人 至少有个打结活 但是你要真想做进活 可能还真不好做 你看一长一击 可能还真没有 但是你这断可是够损的了 因为人家可以走在这边 本身就是一步大损的棋 是无奈之举 是 我估计 但是我想啊 可能孤子豪算轻了 因为孤子豪选择了瞻结 哎呀 那这个是 所以这就是恶霸 典型的恶霸风格嘛 他不愿意给他跟你 再周旋下去 看轻了就改下 连向如果找着这个结 如果吃不死白起 那这个结果就不用说 所以就看这个大龙的死活了 这个既然是 他敢下 他敢消结 应该是 虎金是没问题的 就最次这是一个打结活 而且实际上打结应该就可以 虎三路 虎三路是吧 这个随便造两个结材 然后煎一个二路 这个只能煎 对 然后那就是用这个挤了 对 这种真是凶悍 真是凶悍 这个因为这个结一打完之后 连带着黑棋这个角 白棋打赢结之后 黑棋这个角又死了 所以说 黑棋满盘找不到白棋一个结 最多能找到这一个结 最多能找到一个 但是白棋的本身结呢 一个随便再找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提结 就是到几 我这个网络就是 暂时就得没有起谱了 您看看大屏幕现在 是不是也到 那我估计没有起谱了 就是连向同志就丰度了 因为这个棋确实是 可能我们爱好者 可能还要再试试 但是对于高手 可能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 你这结确实是没有了 但尽良绝 因为这种白棋 一吃一个结 一沾两个结 一吃三个结 这个无穷无尽了 是 劫财无数可以说是 所以说你确实是打不过 对 那确实也 这首棋呢 就是全盘的最后一首 孤子豪下了这部棋之后呢 连向就投资认输了 确实呢 这个到后来就感觉 这个打结 打不过 是的 非常精彩的一盘棋 虽然说这个连向输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盘棋 整体的表现 连向一点不落下风 是 因为最后 如果他没有选择这个穿进来 我相信他也 可能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可能是形势稍稍差一点 他选择了这种 玉碎的下法 也给我们这个 奉献了非常精彩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盘棋 也没有输者 都是费 他们都是赢家 下得都非常好 是 这盘棋的两个人 其实本来是大杀小输赢的 可以选择这样 但是呢 最后的随着这个一穿向眼 这盘棋呢 就好像就变得胜负非常大了 就是中盘获胜 那现在呢 咱们还有这个七分多钟 咱们好好地回顾一下 这盘棋从头到尾的这个战斗 哎呀 真是 我到现在都还觉得 有点热血沸腾 对 我好像还沉浸在 他们两个人打结 然后破空 然后攻防之中 咱们这个战斗 其实从很早很早 我觉得从这首棋打入 就已经注定了 这盘棋是一个混战的格局 然后黑棋 这边先打入 跳起来之后 上边又再次选择打入 这个已经 就是多块脚杀 对 是啊 就是在这么高难度的 这种局面下吧 我觉得两个人发挥了 都高水准 因为基本上咱们任何一次 去找AI来判断一下形式 都是起步相当的状态 这个太难得了 我们说着一般这个衡量高手 就是看现在来讲 就看他跟AI的这个吻合度 你比方说现在咱们最水平最高的 柯杰啦之类的 你看他的对局之后的 AI的给出的评分 他的胜率基本上 就是每一招的恶手 一般都不会超过二三十个点 就是恶手很少 这就体擅了很高的水准 这半期我相信 你要局后 咱们也用AI跑一跑的话 我估计也是 两个人的恶手估计也不多 都下得非常好 所以说局面它一直都非常胶着 你要说这个黑棋明显的败招 我根本就找不出来 以我现在的这个水平 这样来看 找不到黑棋的这个明显的败招在哪里 而你要说亮点 这个白棋也有很多亮点 最漂亮的一首就是开始这个挖 这个挖一个 这个当连校来刺 想让白棋粘上的时候 顾子豪这一挖 直接扭转了这盘棋的这个走向 这可以说是点睛之作 这一挖的妙手呢 我们大家可以记住 因为这样的一个棋型 在我们的实战中呢 是经常出现的 如果让我们实战去算的话 有可能来不及算 但是呢咱们死记硬背 就把它背下来吧 因为就像我小的时候 就像是什么金桂角啊 然后多一个斑啊 或者是有一口气啊 都是什么样一个棋型 我们其实在平时下棋的时候 你记住这个 也省了很多计算的时间 是的 这个像这种挖呢 我们也应该好 去匹会就行了 因为如果下一盘棋 再出现这种局面 估计也很难 让我们碰到一模一样的 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建立起 一个反击的意识 你看这番棋两大高手 跟我们已经 表演了无数次了 这个 来 来 白棋冲一个的时候 想试一个黑鞋应手 结果黑鞋 不理你 就是一种反击 这种在高手的 这个对局里面 是非常常见 我们呢 在平时的对局里 应该有这种意识 不能跟着对方的路子走 对 我们这次CCTV杯 电视围机快期赛呢 还同时采用了 央视频的一个直播方式 是吗 这个直播的方式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新颖 然后让我们呢 从这个央视频 从网络上呢 也能看到 这对局的进程 这个也是一个 很新颖的一个直播方式 这也是 应该是一个新的 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直播 多了一个视角 对 而且我们这个 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们就叫多角度 看赛上 不光是能 能这个听我们讲解 也能看到对局者 在现场的很多很多画面 对呀 你比方说 当那个顾子豪 下出这一挖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连校的表情 他是有没有料到呢 是不是 对 或者是有没有大吃 大惊失色之类的 或者是包括 像最后连校决定这一穿 穿入白控 和白棋决一死战的时候 他的这个表情 跟气势跟神态 这个我们简简单单的 通过大击盘是看不着的 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个 多个角度来欣赏一下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情况 是啊 又如同我们 身临其境看比赛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并不能 这个到赛场去观看 如果是这个 有了这个央视频的 这个视角 我们就可以 就好像是 我们就坐在他旁边 我们也能 拿着茶水 看他了 更好的给大家解说了 要不然我们光解说 这个棋的这个内容 估计还是大家能看懂的 并不是多数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串 如果能感受到 连校那种气势 那我相信你会不会 下棋都能看懂 或者是这一挖 你突然发现 连校大惊失色了 那你也能知道 连这个顾子豪 这挖肯定下的是好棋 是不是 是啊 反正这盘棋 最终的结果 对连校是遗憾的 但是也恭喜顾子豪 获得我们2020 浙江平湖 当户时据杯 CCTV电视围棋 快棋赛的冠军 然后他们两个人 也会代表着我们中国 去参加亚洲杯 电视围棋快棋赛 是的 期待他们在亚洲杯上 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看看连校 能不能再加油一下 因为他之前 最好的成绩是半决赛 是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盘解说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